今天我們有一場大使館的仁殖 目標的點是在大使館辦公室內 來這樣子我們先收集情報 看一下敵人的防禦部署長怎麼樣 然後再看要怎麼攻劍 大使館還是辦公室 大使辦公室 可以總算在結束前找到了 不過現在也沒時間躲 那基本上我們沒有丟到那個情報 我們不知道敵人的防禦長什麼樣子 這種情況的話在攻擊前我們應該要先上路頂 這是個安全的地方 然後我們丟車下去再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 再決定要怎麼攻 欸等等有這個鬼咧喔注意 那我們是盾牌當然就可以安全去看天窗 注意那個車庫旁邊的小門已經被開了 所以掉掛的時候要注意 好可以知道一個敵人應該在地下室 車庫側面那個小門附近遊走 然後會出來抓掉掛的人 所以我們最好是不要在這邊掉掛 直到我們把那家解決掉 廁所還在嗎 另外那個人遊走的位置 也可以很快的支援這個樓梯間 所以這個樓梯間非常危險 因為都是短距離戰鬥 要架槍其實也很可能會失敗 剛才剛剛跳出來一個 好看來在屋頂上是打不到的 蠻興趣的 這個樓梯間我會喜歡從這個窗戶進去 因為這邊就只要看左右 進去的瞬間左右都沒有人就安全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注意後面那家人 在遊走的人很可能會上來抓人 哪邊需要熱炸 點內我們看到至少兩個人 一個Dog跟一個Capcom 有Capcom這邊很危險 因為這個樓梯間空間很小 所以C4飛進來的話 我門漢可能閃不開 這黑手會幫我看著我的屁股是這樣嗎 然後我現在完全不知道 復翰在說什麼 然後我一分心馬上就掛掉 所以玩盾牌最重要的其實是 你對情境的感知 你對四面八八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到你的角度要非常了解 不然你的頭可能就爆掉了 不然你的腳可能就被打爛了 欸總算找到了 這個Jager就是在那邊遊走的家人 好這叫死掉 我們後面應該沒人了 我們剛剛有看到 Frost跟Capcom在點內嘛 所以啊 既然還有一個Smoke 我們還不在位置 點內一個Frost的 我現在認為應該只有Frost在點內 所以我現在丟煙霧把他整個關起來 然後我們就衝進去站角度 不過看來有毒氣噴出來 所以Smoke也在點內 你可能覺得這時候五滴血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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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ke不要隨便人開槍啊 從剛剛子彈飛出來的方向 可以看出來他們應該是站對角的 一個在那個沙發後面 然後一個人在我左邊的這隻牆壁後面 如果不急的話 現在其實應該一個人去掉掛 然後去打死Frost 但沒關係啦 我們直接正面攻擊 好 現在敵人剩一個人 那就很簡單 進去閃他 然後就贏了 基本上就這樣 出買他 出買他 好 NICE OP4 NEUTRALIZED MISSION SUCCESSFUL 謝謝 謝謝